我们两边的渔民打云我们没对他怎么样 他们以前当我们这样我们对他们很好 这次他对我们这样太太失望 太相信说没有迷路气这种 那么大的海那么大的边界啊 为什么他偏偏要冲金门 大家好我是大树 金门帆船事件呢可谓是魔供啊 对台湾的单方面碰瓷作战啊 我绝对相信台湾当局呢 一定不会对渔船上的国人赶尽杀绝 甚至是恶意碰撞啊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台湾呢一直在避免和大陆发生正面冲突 避免战争啊 甚至对魔供说话呢都是有所避让的啊 那怎么一下子啊 台湾人的脑瓜子就突然短路了呢啊 竟然要叫嚣大陆呢 是吧 如果台湾当局真敢这么做 那必然是要反攻大陆武统中国才对 对吧 所以呢用脚都能想明白的事啊 魔粉呢竟然用大脑都想不明白 除非呢这里啊 有很多可以颠覆认知的内容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金门 我们知道啊大陆渔船 翻船啊是因为大陆的一艘快艇越界在先 然后被这个台湾巡航队的船只追击时啊 他翻船的 所以呢就导致船上四人落海 两人遇难啊 那台当局给出的官方通报是啊 这个快艇蛇行逃窜啊 自翻船啊 但是大陆这边呢 却一口咬定啊 台当局是故意所谓 同时呢 生还者回国后呢 竟然翻供啊 剑指台湾当局说回 你们自己船什么可能翻掉 要看几张万一转步翻不掉 要撞回才会翻掉了啊 冲一下 我们的饼翻掉了 我们就转到水里面跑出来 四个人只要两个上岸 我们两面就渔民打人 我们没对他怎么样 他们以前当局我们在那里 我们对他们很好 这次他对我们这样太太失望 我们安全了 已经回来到了 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你们很早就 帮我们早就回家 你们抢尽了一次的办法 谢谢你们 那这里呢 渔民呢 也未提自己啊 有逃窜的行为啊 那么对渔民采访 并进行爆料的媒体 是出自于党媒 央视新闻下的新媒体啊 叫做欲冤谈天 那么这个标题 生还渔民揭露台方 粗暴对待大陆渔船真相 实际上就是恶意的渲染了 像他的标题一样啊 够粗暴的啊 咱说啊 就是面对这个开船 越界犯法的无牌船只啊 就直接朝着对方 撞了过去 连子弹都省下来了不说啊 而且巡航队最笨的是啊 闯了大祸 不但不毁失灭迹 还把落水的证人 都给救活了 而且呢 还放了生还者一条生路啊 给他们送回了大陆啊 还让党媒给曝光了 所以啊 我必须相信台方啊 是粗暴对待大陆渔船啊 另外啊 搞笑的是 这两名生还者啊 离开前 又表示啊 对海巡队的执法程序 无意见 这里啊 我越听 让恩将仇报的感觉 是吧 不过啊 随着此事件继续发酵 台湾这边的跟进侦察呢 也发现啊 快艇上面呢 确实是有撞痕啊 对此呢 金门地检署就表示了啊 说确实就有这么回事啊 当时双方呢 都是高速驾驶 对方呢 还不停的蛇行逃窜啊 所以不慎呢 就发生了这种碰撞 所以呢 大陆快艇啊 当场就翻了 说到这啊 我想我们都是一样的疑问啊 那就是台当局 为什么要略过撞船的 这么一个重要的细节 大家也都知道 那就是台湾不愿和大陆 发生任何有可能发生 插枪走火的事情 还是有所顾及魔供的 所以就是避重就轻 此外呢 台湾当局啊 2019年的时候 就通过了这个决策 就要求巡航队员执勤时 不单要有手持摄影机 同时呢 还要配备密录器啊 所以说 生还者 突然就变成了受害者的 这么一个形象 也就被登上了台面 那相信说没有密录器这种 人要诚实 去面对他做错的事情 不要就是有很多理由 去逃避这个问题 没有影片 你现场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分剧啊 就没有记录啊 就会有一种给人黑箱的感觉 那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 批评民进党 对国土安全不够重视 说实在的啊 早在啊 就是很久之前啊 中国船长啊 吴正入台 然后台湾执法人员放行的那个时候呢 我就有说过台湾当局的一些问题啊 至少呢 我认为啊 大陆对台湾巡逻队的操守问题啊 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无论纪律 或者说是腐败啊 魔供呢 在干的事呢 依旧是认知作战 魔供最擅长的东西就是制造危机 越有危机其实越好啊 它就是在危机中壮大的 就像这次发生的事情 其根本核心问题是 中国大陆的渔船越界违法在先 如果没有这个事在先 我相信其他的事也不可能会出现 但是魔供的厉害就在于 他会利用问题不断的进行下药和追击 那么这也就导致台湾内部呢 会因此而发生 增值从而出现分裂 那一分裂呢 它就有机可乘了啊 大陆要求台湾当局尽快公布真相 严惩责任人 那这里我就在想 如果台湾当局真的把巡逻队的人给抓了 给问责了 那以后谁还敢为台湾执法呢 因为巡逻队 是就非法越界的 无牌照的可疑渔船进行追捕 才发生了这些后续的事情 所以把执法者变成施暴者 那么是不是 这个就是颠覆意识形态了 我觉得台当局呢 应该尽快公布的真相是 为什么四个人选择乘快艇越界 而不是渔船 我相信快艇要比渔船跑得快 那为什么他们还是四川人 就是他们过界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 就是那么大的海 那么大的边界 为什么他偏偏要冲金门 是不是说 这个领域的界限本身就很模糊 所以他们误闯了金门呢 又或者说 魔共是在试图 模糊金门与中国的界限呢 好了 我是大树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 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 了解